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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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收导航吧 你好 红旗 导航到湖滨迎泰 为您搜索到相关信息 第二个 要一个小时 路还挺堵的呢 来 那我们先走起来吧 我们现在要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叫湖滨迎泰印七七 然后为什么要去这个地方呢 其实大家去留意一下这种微博上的街拍 你就会发现 在中国的街拍主要分为几个城市 就是几大城市都有街拍 第一个就是成都对吧 然后第二个地方是北京的三里屯对吗 排名第三的就是我们现在要去的湖滨迎泰了 杭州街拍的风格就是比较的自然 所以待会我们去看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子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是开着我们这一台宏骑H5的 那这一台车呢 其实我也是听闻了很久了 就之前我们认识到宏骑这个品牌的时候 一般都觉得它是黑色的车嘛 对吧 就比较庄严肃穆的那一种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实车是蓝色的这样一个颜色 然后这个蓝色 我觉得也是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那种藏青色嘛 看起来也是蛮就是有品味的 对这个蓝啊叫做青川蓝 我觉得就是在这么一个大气沉稳的车里面 加入这一抹蓝以后 就会显得稍微年轻一点活泼一点 而且刚刚上车的时候我还特地观察一下 这个车车身尺寸还是蛮大的 因为我们印象当中红旗啊怎么说 都是大红旗大红旗 虽然现在这样的时候 红旗H5应该是红旗系列里面的一个入门款车型 偏向年轻的 针对的是年轻人的市场 但它的车身尺寸我看一下长度也有将近5米 所以还是很大 很大 但是我看到它整体的这个车身的姿态 还是比较运动的 有一种叫跑的那种气息 对对对对 越是叫跑风格啊 车身一定要先长一点 才能显得它比较灵动 那肯定很多人想问了 那你买一辆红旗到底多少钱呢 其实这个车真的不是很贵 对这个车H5它的定价是14.68万到19.08万元 所以应该是年轻的人负担得起的第一辆红旗 所以我们今天开的这一台就是售价是19.08万 30TD智连运动版 顶配车型 对 应该说这个车的内饰还是兼顾了 红旗这个品牌 惯有的一些豪华的设计的一些理念 比如说这些木纹的装饰 整体还是比较庄重的 但是你细看呢 有很多科技的一些元素 比如你看这一块空调面板 全部是触摸式的 而且都是自发光 很闪亮的 配置也很齐全啊 你看有座椅加热啊 座椅通风 双驱的自动空调 然后那边好像是7英寸的一个液晶仪表 然后这边有一个10英寸的一个中央的液晶屏 这个10英寸的液晶屏里面 集成的功能也挺多的 像有这个在线的地图对吧 对 然后可以配合这个语音识别来使用 对很多功能的语音 正好今天杭州啊 这路实在太多 这一路我们从郊区开到市中心 花一个多小时我们再听点音乐吧 你好红旗播放音乐 酷我音乐 这今晚一点 那时候要到了 这个世界后 撒消 Carla 就只能变成什么 这篇舞 只能ia 我记得你说 这可是ida של 它的游戏 你 将然以后 好诗 也不是我选的 不用这样 你看前面就是古老的西湖 而身后呢就是时尚的地标 嗯 所以作为国内的三大这个潮流胜敌之一 今天我们也要在这里寻找一些潮流的元素 对吧 看一下有没有一些街拍达人在这里 好我们去找找看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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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普遍会来的这些地方对吧 所以你看到这个人流量还是挺多的 然后也很热闹 我们现在要去的那个地方 是杭州人私藏的一个西湖美景 应该人会比较少亲近一点 看一下好不好 好好好 天气啊非常非常热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在这个阳宫堤上了 其实这个阳宫堤啊包括像什么苏堤啊什么都是西湖周边非常非常景色优美的这些路嘛 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大的全景天窗 那上面全是树堤啊这就感这种感觉就非常非常杭州你不觉得吗 嗯不过阳光有点晒今天其实挺闷热的 哎我想起来这个车其实是有座椅通风的开着这样的路上其实还挺惬意的 嗯现在车也不太多 红旗H5呢虽然是一个将近5米射长的一个中级车 但其实动力方面我觉得还是开起来还挺得心应手的 嗯 它的动力配置是1.8T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料挡手自一体变动箱 然后最大的马力有180马力扭矩有250牛米 开起来反正还是平顺性啊提速啊各方面我觉得都还挺不错的 嗯 哎你看杭州真的非常宜居嘛对吧也是全国有名的宜居城市之一 嗯我们刚才在一个非常繁华的城里面的地方了 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生态这么好的一个环境里面 对啊也就开车十几分钟完全就是两个世界 嗯而且刚才过来这个阳光地这条路啊人也不多车也比较少 所以开车就是一种很大的享受 当然了现在我们的第一要务就是赶紧去看一下杭州人的四六地到底在这边 对对对 사실太正好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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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恁 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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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 identifies 春风吹 春烟归 桃心多娇美 你看这个湖 那个湖应该就叫毛家布 然后你看这个桥下面这条小河 其实往那边就是冲向西湖的 所以它其实就是礼湖 这就是礼西湖 礼西湖其中一个湖 这里的感觉真的跟西湖就完全不一样了 刚才西湖片也是熙熙攘攘的 有时候就是人太多的时候景色再美 也会稍微有点影响心情 但这里就可以慢慢走走逛逛 非常私密感觉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用一句话形容我的心情就是 这是我独享的moment 怎么样 不行不行 你这话说得太不地道了 因为面对此情此景 一定是非常有诗情画意的话 对不对 好 我想起了一首诗 你一定听过 但是你不一定能够在这个时候记起来 来我给你巩固一下好不好 好的 全眼无声西细流 树荫照水爱情柔 小河台路尖尖角 早有蜻蜓立上头 好试好试 真的是非常应景 所以如果再过半个月一个月 这个地方应该超美超美的 对对对 真好想再来一次是不是 有点来早了 我觉得西湖那边就是一种非常开阔的 然后人比较多的那种 我们熟悉的那种西湖 但事实上你拐到这里来之后 你能得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体验 其实我们现在在这边地区 还是比较偏小窍流水的 对 在我们身后那块区域呢 是杭州人最喜欢的一个喝茶 聊天吃饭的一个地方 所以为什么说是杭州人私藏的地方 私藏的一部分小部分西 非常生活化的一种西湖的场景 跟我们旅游的那种西湖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我们真的给大家推荐了一个 很小众的游览西湖的方式 不过说到喝茶 肯定还有一个更好的地方 我们马上就去好不好 好 去龙景村 现在我们就要上山 然后去龙景村了 对啊 上山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今天真的又刷新了很多新的体验 第一次开红旗 还第一次开红旗 去跑山 我的天哪 也没有那么夸张啦 但上山路确实 弯弯曲曲的 是好像都这种城市 真的很与众不同 一会缓在西湖边 一会缓又在山路上面了 对对对 而且都是在城里 对啊对啊 今天其实我们都说了好多次 这台红旗H5啊 车上将近五米 真的是一台挺大的车了 但是呢 跑在山路上面 你并不会觉得它给你很大的一个压迫感 还是开起来很灵动的 尤其这个山路很窄 然后弯道又多 汇车也不少 一会儿会儿减速 一会儿会儿加速 所以这个对这个变速箱啊 对它的发动机的动力啊 考验都是挺大的 这台车肯定它最主要定位也是一台比较家用的 然后在城市里面开的这个车嘛 对吧 那偶尔你比如说 你想去外面看一下自然风光 探索一下 哎它也不是不行 对比较均衡的 不管是城市里的舒适性啊 它的空间 它的智能的配置 还有现在那个跑山上面的操控性 都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咱们 Continuer visbeta 未经 hurt 未经及算 未经ungen 未经软 未经历 本多 未经历 就是今天的主题是新的和旧的 就像前面我们在湖边一看的时候 那边有很多网红 或者说是一些最流行的一些美食 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东西 像喜茶之类的 你看人都很多 但是在现在我们又在品尝 一杯非常非常有历史 有文化底蕴的一杯龙井茶 你看这座城市就把这两种东西 结合特别的好 所以大家知道为什么 我们一定要开红旗H5来到这个地方吗 它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 其实是一个标签也是 尤其在我们中国汽车工业上面 它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品牌 有很浓重的历史 而且是人尽皆知的一个 但现在当你亲自 真正的去走进它的新车型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品牌 其实早就已经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好了那我们点菜吃饭 快点菜快点菜 哇 这龙井茶人 上面是真正的龙井茶 一个第一次吧 嗯 怎么样 真的 先 那我得赶紧吃一个 好了好了 今天咱们就差不多 就到这里了 就到这里了 我们得赶紧吃饭了 拜拜 拜拜 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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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